這次又是小玲 就是模範生小玲拍的電影 由我天蠍座來聊就愛斷舍離 當我們想把生活做一個大改變 我們想要過極簡的生活 我們就要丟棄掉原來的舊有的東西 那你有沒有這個困擾呢 有很多東西丟不掉 一開始他什麼都丟 到後來當他發現他丟了某些很重要的 跟情分有關的東西會傷到人之後 他決定一個一個去把東西物歸原主 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個切入點非常的有趣 那就是你得要去面對你生命當中 曾有的回憶囉 你敢不敢這樣做呢 我在看的時候我就忍不住想 我敢不敢這樣做 我覺得我有點不敢 我比較能夠理解一開始 他想把所有東西都打包起來 什麼都不要想直接丟掉 小琴是一個很有魅力的角色 他前男友更是一個有魅力的角色 所以大家可以來戲院感受一下 在這個2020年 當你想跟過去say goodbye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那如果這部電影能夠觸動你 帶給你邁向未來 重新開始的勇氣 我覺得很棒 他很應景 他很共識 歡迎大家來看喔 就愛斷捨離 開創星座 母羊巨蟹天秤摩羯 其實我覺得這一組蠻會斷捨離的 比如你們本來就很會整理自己的人生 你們會留的都是你們覺得必須留的 金牛獅子天鮮水瓶 這四個星座以戰友欲著稱 所以對我們固定星座來說 斷捨離就會是一個比較痛苦 而且實實在在的 去觸動我們感覺的一個過程 雙子處女射手雙魚 他很清楚 我的生活雖然亂成一團 但是在他的腦中 他反而是思緒更清晰 但是弄得非常的乾淨 對他真的比較好嗎?那你錯了 我個人覺得變動星座 需要某種程度的混亂